我今天要感恩的是冠軍蘇玉還有小潔 那我今天發生的有一些事件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講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可能我覺得我自己今天可能就是 本身可能自己太急了有沒有 所以就是因為太急 所以反而會覺得好像 其實反而會失去更多 其實要靜下心來好好整頓自己目前的情況 就是狀況 然後去審視自己 然後再出發 才能夠避免再出發或出事情這樣子 那第二個事件就是說 我在買物件的時候 要看那個 現在會比較懂得去看 這個物件的投資報酬率 那更需要衡量自己手頭上 自己的自有資金是不是能夠 來翻轉更多的現金流進來 然後可以跳出這一個老鼠圈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說 可能自己本身要更觀察周遭的一些 已經獲得財富自由的人的行為 然後多跟他學習 他是如何看待這個處事的態度 人生觀 以及他賺錢的方法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去觀察 然後跟一些比較成功的人做一個學習這樣子 那今天玩這個遊戲 帶給我很大的審視就是說 可以反映到自己本身的一些 不良的習性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然後導致自己自己可能不專 不專注於在看待這一件事情 然後浪費了太多匆忙的時間 然後導致自己就是 本來可以跳出來 變成說不能跳出來 這是非常一個很大的一個錯誤 這樣子 謝謝 謝謝